这已经不是那个广纳天下贤财的大唐了 不仅仅是人才选拔制度在动摇 极致天保年间 维系大唐百余年 安稳与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都在动摇 大唐帝国的生命力正在衰退 但杜甫还不想离开长安 他仍抱有幻想 这令他饱受煎熬 一边是生计无拙 几度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一边是不得不奔走求告于达官贵人的屈辱 希望与沮丧 渐渐都变得毫无新意 疲惫而窘迫的杜甫在长安渡过了匆匆数年 熬到天保十载 侍寝似乎有了转机 皇帝打算举行祭祀圣典 杜甫接连献上三大礼付 受到赏识 进入了等候分配官职的行列 结果一等就又是四年 我只会容领 正在乎 团体